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8点到10点 在非凡商业台 非凡股市现场 哇这个关钱 金金涨 那大家市场在许愿 这个万八封关 但是他就在关钱就金金涨 还有8个交易日 那但是呢 台指期却已经表态了 率先过前高 台指期表态率先过了前高 所以这种金金涨的格局 还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吗 另外呢 整个电子的资金今天外流 你知道吗 非电好像呢 喜货甘霖一般哦 包括了橡胶 塑胶 光高 波涛 都有一%以上的一个上涨 他们也够辛苦了 本来想说他们真的有这么委屈吗 今天有得到一点点甘露 这个甘露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啊 那许多投资朋友看到了台积电 台积电呢有85万的股民们请注意 688633 这55块的一个差距就能够过新高了 我想这85万的投资人 台积电的股东们请注意 我们要估2024年每股盈于多少钱 那他的股价633与688的距离 好那我们也透过镜面当中跟大家来报告 今天早上开高之后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压缩的一个盘面 一度是涨70点 然后到了因为今天周选的一个结算 到了一点过后呢 震荡哦就是跌18点 但尾盘又拉了上去 你知道涨几点吗 涨一点 这就是今天台股金金涨 涨几点 涨一点 收1万 收这个我们来看指数的一个部分 17875 OK那成交量的部分是节节的一个量数 你看这几天像下阶梯一样 今天的量2651亿 好那这是呢今天的一个表现 那霍甘霖的橡胶股 今天呢是内涨服第一名 那我们也来看看塑胶 台素啊这一些恶素的也有表现了 因为呢比较少用到呢塑胶的栏位 我们制作还要找一些 塑胶啦观光啦汽车啦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也会呢 透过传产的一个部分跟大家来做个报告 真的很抱歉太久没讲这个族群 还要翻页一下 OK透过 焦点传统的一个产业股 稍后跟大家来进行追踪 但是呢电子通路的一个部分 电子通路的相关呢 包括了琴雅还有今天呢 出关的雅系啊魏华科啊电子通路这一块 那还有触控面板相关的面板周边的 哇也有几档呢 因为触控面板的一些相关的设备股 就好像从面板呢就有点往左往右 往上往下的一个扩张 那我们透过今天来跟大家报告 成交张素的一个榜单 原大护山300正二16万张 群创15万 群艺ESG头等债11万张 英业达尾创 恒生国企正二8万 林申宏基 还有呢国泰十年期金融债 以及富华台湾科技优喜7万张 这是成交张素的一个榜单 一半反正一半ETF一半股票 成交金额台积电167亿 伪创109亿 智源联发科 维银广达 华城英业达 创意技嘉 这是成交金额的榜单 另外呢我们看看雅股的一个部分 今天呢有这个国家队的新闻 我们昨天第一时间有跟大家做个报告 所以相对的在陆港股的部分 会略微的稳健一些 那日经的日压 反正呢他们利率未来的一个方向啊 决策是没有改变 那今天呢日经呢 在过高之后呢 比较明显今天的一个回来休息 这个韩国股市 那我们也透过金面来看看 今天的集中市场尾盘 但是OTC 其实今天早上姿态很高 但中场还是呢 有一些卖压出现 台币也稳在这个位置 31.338跟您做个报告 我们欢迎是台股的大A咖 盛杰先生你好 明显好 各位观众们大家玩 是今天带你什么重点内容 对我想在几天就要封关了 所以大家现在有点在做一个 押宝行情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在押宝行情之前 重点其实还是上个礼拜 台积电的法说会 因为台积电的法说会的定调 让整个全球 AI半导体做个兴起 所以其实你看到我字卡第一张 美股重回轨道 那什么轨道呢 上升轨道 在上个礼拜 前两个礼拜来的时候 美股在进行什么 破线回顶 他破了月线 因为月线毕竟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他短线先破了月线 就是2024开春以来 他破了月线 但是他回顶 他不但回顶 而且创了历史新高 那目前 他的一个新高来看的话 这是道琼指数嘛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一下 费城暴力指数 大概也是呈现这样一个架构 他的历史新高叫4439 所以我觉得关键点就是说 美国他又重回了一个上升轨道 而且三大指数啊 同步创历史新高 包含道琼 包含是费半 还有S&P500指数 对标普500 卖昨天更高 对 所以台股叫有惊无险 跟着美股这样 重回多头的轨道 那当然说你到了多头的轨道之后 那红包行情就正式有启动 但大家想说要怎么玩 那我就给大家一个提示了 先找报价跟趋势 那选择一个怎么样 感觉上是有潜力的一个产业 那待会我会跟大家讲说 如何从报价跟趋势来找 那当然还有一个重点 要找双低谷啦 低基齐加低位阶才是重点 所以找到一个夯的产业 找到双低谷 我觉得是目前红包股的重要概念 OK好 所以待会要告诉大家应该要怎么样玩 是强短呢 还是应该在这里真的 如果大家都想要下车 要过年要拿钱 那真的反而会不会有所谓的反市场的金金账 有没有这个条件 马上回来问你 另外我们赶紧来欢迎宏观经济围观操作 挺好 欣欣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 今天要告诉大家 688 没错 基本上台积电这次所开出的财报 以及未来的财测 基本上已经表明着 今年就是整个台北股市的复苏周期 那唯一的区别在于它的复苏周期 是不是能够一举的通过 2022年当时EPS的高峰 所以呢 38块 39块 它就是一个临界点 到底能不能把财测 这个标高的幅度拉到这么高 这是符合市场 看有没有到市场预期的一个要件 那我们今天会特别来留意的 台积电带法说之后 我们会观察的几个指标 好 第一个指标 反而并不是今年的复苏程度 今年是一定复苏 但是呢 如果海外量产的速度 稍微有所放缓 它是不利于获利的拉抬的 即便我们知道美国厂 它可能资本支出很庞大 感觉好像有更多 跟美国政府谈判的筹码 毕竟晶片法案的辅助 现在还没有完全拨下来 所以这段时间 看起来好像是有更多的谈判权 但是最好是能够提前量产 就提前量产 日本熊分厂的部分 在今年年底就会量产了 那美国的部分到现在 二厂又再度延宕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清楚 到底目前资本支出拖出去以后 水什么时候能够收得回来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那就是到底今年的复苏 是因为它是AI元年 AI在带动台积电成长 还是其实它是全面性的 终端商品的复苏呢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AI占整体台积电营收 也不过就8个percent而已 所以台积电今年要收复 在2022年的高点 它就必须要看到全面性的复苏 那到底是不是呢 待会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探讨 好 所以你今天的内容有 85万台积电的股东们会很注意 但是如果真的回到688 哇 那指数还要加个500点有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就18000好多了 对对对 可以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要谨慎思考 另外我们赶紧来欢迎的是 是新鲜那也重返了这一个礼拜以来 在台积电的一个带领之下 台积电自己涨 对不对 还有伺服器涨 散热也涨 机壳也涨 IP也是 哇 都创新高 甚至到了 AI PC AI手机 AI软体 这一个礼拜 对没有错 其实AI我想这一年 甚至未来五年我想都不会寂寞 我分析给大家听 任何一个新的产业 你要蓬勃发展的话 你一定要怎么样 要杀手机的应用 我一再强调这件事 手机什么时候才开始普遍 就是在到处可以连接网路 还有触控面板 搭配到手机上面 才开始普遍 那 AI PC AI PC的问世的话 这个AI产业才会蓬勃发展 那我们现在去想一件事情 中国大陆被美国限制发展AI 所以将来任何跟AI有关的产品 如果通通都是从台湾 这个组装出去的话 那你去想这个周边商机会有多大 你今天要不要在台积电做 台积电做完要不要在台湾封装 台湾封装完要不要用台湾的 这个周边产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AI的族群 应该接下来一整年甚至五年 应该都不会太寂寞 好待会再告诉大家轮得到谁 那我们重返今天的一个股市现场 盛杰仙今天真的非电子 我们要公道一点 那个非电子 你看连我们制作团队 要把他们的那个模板叫出来 好啦不好意思都要费一点劲 那你觉得这种金金涨会不会延续 那再者呢 我们看到了这些传产股 洗货甘霖 若以类指数来看 今天真的很难得 对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好现象 因为我们坦白讲如果说股市啊 全部集中在以台积电为首的半导体 或全部都是AI的话 感觉上有头重脚轻的感觉嘛 所以你这个电子股跟非电子股的一个 我们讲说成交量的一个比重 甚至说你有点轮动的状态来讲 我觉得对大盘是一件好事 所以今天大盘为什么能够涨一点 就是因为其实你看 其实很多AI伺服器有稍微做个震荡 但是非电子股里面刚一页一页跑下来 都是产业龙头股耶 你这一些像中华汽车也好 像冠军磁砖也好 像巨大美利达 振兴 台化 这个都是各产业的龙头股 这一页还有长龙行 御龙 还有建大等等 甚至中刚 还有台硕 那这些股票是怎么样 过去失血很严重嘛 被这个台积电吸血之后 他们失血很严重 但是现在大盘如果能够进入一个什么 量缩强势整理 让这些非电子股适时的做一个轮动 我觉得在我们讲说封关前 做一个强势的关钱整理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OK 我们这些传产的老板们 也不甘心 我们哪有差啊 对不对 但是因为被资金被吸走了 所以也造成 所以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轮动健康 那你觉得金金奖会不会继续 我觉得在封关前是会的 那开红盘之后 只要美股没太大意外 我觉得就是往上走的几率是比较高 所以台股的多空 还是要以美股为马首是瞻 不过我们重返今天的股市现场 是不是昨天我们也做了一些讨论 入股的这个国家队准备进场 那我们看到了今天 阿里巴巴ADR的价格 终于出现了一个强谈快8% 是不是听听婷昊仙妮所做的一个观察 马云还有我们的蔡崇信先生 大力的加码自家股票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争后 不过事实上你看到美国股市的企业当中 通常股价在严重下跌的时候 通常也会实施自家的股场股 所以既然是自己企业的老板 那当然要意识一下 既然股价现在跌得这么重 这个跌幅都不是说什么两层三层起跳 都是四层五层砍判起跳的对不对 但我们真正可以观察柔宇的方向 随着入股在这两天的大涨 它基本上还是来自于中国政府这一次的救市行动 总金额可能会达到一兆人民币以上 那我们真正要观察的重点是 其实它已经不是第一次救市了 我们真正观察的重点是 这一次特别的救市途径 它是从中国国有企业的离岸帐铺 也就是说从护港深港通的方式 把海外资金重新的拉回到上阵 那问题来了 那港股不是也在跌吗 那港股谁来救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趋势 就是说中国现在的整体市场 它始终是一个信心问题 那我们都很清楚 如果你仔细去观察香港的外汇基金 它大概等同于台湾的央行的外汇储备 香港因为它港币跟美元挂钩 采取联系汇率制度 所以它必须拥有庞大的美元体系 可是你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 它的美元储备量下滑幅度非常快速 足以证明 现在香港本身的外汇储备基金 它不是说现在才帮中国政府救市 它在好几个月以前 就在大量的消耗自己的美元 那么一直消耗下去 如果它的美元储备量不够 它被迫港元就必须跟美元进行脱钩 所以我们真正观察的几个方向 本轮的观察重点是 香港目前的整体市况为何 为什么 上阵它毕竟 你知道普通人是没办法直接去购买A股的 只能借由ETF的方式 它毕竟还是采取部分的资本管制 但是港股它才是衡量海外资金对待中国的态度 所以只有港股拉起来了 只有香港经济活络好了 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的复苏期即将归来 OK 好 那是不是你可以跟世新先一起来研究 今天晚上是挥达的尾牙 那明天的AI股经过这个轮番上阵 AI股明天谁来表现 对我觉得这个AI股的话很奇怪 宏仁勋今天晚上不知道跳什么舞 对本来是涨这个伺服器 然后后来涨到AIPC 那中间这个IP是一直都涨 那我是觉得说应该人人都有机会 但是我没有把握哪一个会先动 但是有一个我觉得 比较有机会的是 不管你是伺服器或者是AIPC 可能散热的部分都会用到的话 加上说我们看到齐宏这几天有创新高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散热股可能都还有一点机会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 我们看到今天很奇怪 有些传传股跟玻璃有关的在动 像是忠祐 像是冠军 那这到底什么原因呢 我想待会有时间 我们会一起为大家做介绍 好 那今天这个 挥达台湾分公司的味牙 不知道我们黄仁勋先生 会为哪个AI族群再做加持 不过你认为散热是大家都得用的 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当中 好 那我们透过镜面当中 跟大家来报告一下三大法人的一个进出动向 而外资今天还是买超哦 连续的买超虽然金额不高19.4亿 投信卖了21.6亿 自营商呢卖了0.93亿 这是三大法人 而投信呢也是这连续这两天的一个卖超 啊不是很用的吗 好 外资的部分单边的金额也都随位下降 买进870亿卖850亿亿 连续四天买了1203亿 所以待会筹码追追追 也会针对他四天持续买的相关标的 向您做一个报告 那透过镜面当中我们来看一下 空单的一个水位 进空单只剩下483口 进空单只剩下483口 好 我们来看今天呢 在整个昨天的当冲占比来到38.1 你看当冲一点都不客气 是不是越接近风关冲的越凶呢 当冲成交金额是1502亿 占比还是很高的 有316党站在所有军线之上 也站稳五日线 而且今天呢 过滤出来符合出量原则的一个档次呢 有58党 那我们透过镜面当中 这前10名每档都是涨的 包括前两天涨停的 华逊今天还是上涨 新复兴亮灯涨停 魏华科也很强 逊州 杨华 海华 还有联军 邻聚 雅系 大宇兹 这都是在均线之上 而且有符合出量原则的相关股 提供给您做一个研究 按赞 订阅 分享说很重要 那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非凡股市现场第八阶段 筹码追追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